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十三號的公事首宇新聞 首先來關心 臺灣邊境今天解封 入境改為零加期的自主防疫 不需要隔離 桃園機場將回復常待入境 通關 兩行下昨晚連夜進行整備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王必勝 凌晨也到桃基 視察整備的狀況 送走十二號最後一位入境旅客 桃園機場人員開始進行各項防疫設施 清除作業 我國邊境十三號起解封 入境改為零加期免隔離 桃園機運作恢復常態 桃園機動員數百人移除防疫相關設施 相關檢疫人員也脫下穿了近一千天的隔離衣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 十二號深夜前來桃園 視察邊境解封準備狀況 認為動線安排沒有什麼問題 王必勝表示快篩紙箱堆放在入境長廊影響美觀希望快篩發放的位置還是要再注意 學三號零點起 逃機調整相關防疫措施 取消防疫健康憑證審查 撤除分流動線及指標 開放領域間等 機場歸位恢復疫情前營業時間 別利商店與數十業者恢復二十四小時營業 不過傳出部分航空公司對機組員的檢疫規定與指揮中心有落差 王必勝表示 員工有意見可以跟公司反映 也可以跟指揮中心討論 此外桃園也提醒 即日起旅客可搭乘機捷 客運巴士 計程車等進出機場 排班計程車恢復跳表計費 國道客運機場路線頒次增加七倍 高鐵也祭出七折優惠券 給外籍旅客使用 記者 詹淑雲 政委的無機箱 綜合報導 今天第一批入境的旅客 是來自泰國的兩個旅行團 共四十五個人 交通部觀光局特別前往街機 並且送上了伴手禮 旅客說 因為喜歡臺灣 所以一解封立即參加首發團 搭機來臺觀光 來自泰國的四十五位旅客 十二號晚間搭乘臺灣虎航 從朗曼機場起飛 在凌晨零點十六分飛抵臺灣桃園機場 迎賓人員為每一位旅客戴上花圈 熱烈歡迎國境解封之後的首發團員 已經來臺灣二十五次的泰國網紅 奇恰拉 因為疫情已經快要三年沒有來臺 他特別打扮成卡通美少女戰士造型 他說自己非常高興再度造訪臺灣 他想念臺灣的一切 上機前不必事前驗PCR 在機場也拿到了四季快篩 這位在設計公司擔任業務總監的旅客 感覺到很方便 臺灣的美食也讓首發團旅客嚮往不已 三十二歲的麥克說 他要去吃麻辣火鍋 觀光局統計 今天還有來自日本 韓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越南等的團體 共計二十團 兩百四十四人來臺 預估到十月底前 至少有兩百三十團 三千六百三十名 旅客要造訪臺灣 記者 詹淑雲沙燕其無其昌 綜合報導 國境解封再進一步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十三號零時起 全球新冠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調降至第二級 讓持續長達九百三十六天的 三級警告正式劃下據點 而另外自主防疫期間 探病 培病的措需也同步訪款 國內將在十月十三號起 邊境解封入境旅客 改採零加七入境免隔離 指揮中心也宣布 全球旅遊三級警告 在維持九百三十六天後 十三號臨時起也調降為第二級的警示 目前整個傳染力比較強的 BA.5的變異株 還是全球的主流株 而且持續的出現變異株 所以我們預期這個疫情還是持續 就在入境管理新制十三號上路的同時 自主防疫期間探病 培病措施也同步放寬 只要符合四種例外的情形 就可在醫療機構同意下 出具探視當日採檢的自費家用快篩 陰性證明後前往陪探病 而國內十二號則是新增 五萬兩千三百三十八例新冠本土個案 六十七例境外移入 確診個案中新增三十七例死亡 雖然確診數再破五萬例 但指揮中心表示 跟上週三相比 減少了兩千五百三十六例 個案數連三天下降是好的徵兆 記者為陳昌文 您之間特別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中國時報報導 國境在今天解封 但是昨天本土疫情 再度突破了五萬例 而且最新變種病毒 BF-7近來在國際間竄生 有醫師擔心國門一開 新變種病毒會成為下一波的主流 建議年底前務必要重新盤點醫療量能 並且呼籲民眾儘快接種次世代疫苗 聯合報的頭條是 白宮昨天發布了國家安全戰略 表示美國將有效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 並且重申一個中國政策 反對任何一方改變現況 不支持臺灣獨立會持續支持臺灣自我防衛 而自由時報則是提到了為了要穩定股市 金管會週二宣布擴大限空令 而昨天實施首日臺股最終是 小跌了二十四點七九點 守住了一萬三大關 不過臺積電則是施首四百元 臺股週二崩跌五百九十六點二五點收盤 創近兩年來的新低 金管會在宣布擴大限空令幅度 十二號起盤中借捐賣出的限額 有百分之二十縮小到百分之十 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的保證金乘數 也從百分之百再拉高到百分之一百二十 但有立委質疑 黃天木表示臺股這段時間受到連準會升息 俄烏戰爭加劇加上廉價期間 美國費半指數修正 讓科技股比重大的臺股十一號收盤跌升 強調市場管理措施是兩面刃 不過臺股仍有基本面 也對臺股保持信心 但十二號大盤仍開低走低 指數一度灌破萬三 重挫一百一十五點 最低來到一萬兩千九百九十一點 全支股幾乎一片綠油油 尤其是十三號將召開法說會的台積電 不僅跌破四百元大關 更壓低大盤的表現 最低跌至三百九十五點五元 創下二十七個月來新低 累計近兩日市值就蒸發超過 一點一兆元 大盤指數中場下跌 二十四點七九點 收在一萬三千零八十一點二四點 鹹首萬三大關 成交金額一千八百一十五點五六億元 另外國際貨幣基金公布最新的季報 下修全世界經濟成長率 國發會主委公民心上午在立院表示 臺灣情況相對 全世界樂觀 目前預估今年GDP成長率 可望超過百分之三點三 記者為了張國良 陳昌悟特別報導 臺海局勢讓臺灣半導體受到了國際關注 經濟部長黃美花受邀美國智庫演說 強調臺灣半導體的地位無法取代 臺灣安全全球的供應鏈才安全 也喊話中國要三次 在演說中呼籲要重視臺灣安全 經濟部長黃美花率團訪美 要為首次在美國舉辦的臺灣形象展揭幕 十二號先受邀在華府智庫CSIS 發表公開演說 從經濟層面講述為何臺灣重要 黃美花表示 臺灣晶圓代工全球市占率高達62.9% 如果臺灣製造被中斷 恐怕衝擊全球經濟 黃美花指出 如果中國想要變得更強 那麼犯台前應該要三思 而臺灣半導體供應鏈非常完整 要複製或取代也很困難 近來臺海局勢緊張 臺灣半導體尤其台積電受到國際關注 彭博社日前報導 美國國安會曾經兵推 兩岸如果開戰將協助撤離 包含台積電工程師 並將現有的廠房跟機具銷毀 不過國安局長陳明通表示 情資顯示美方並沒有此項規劃 國防部長邱國正也表示 台海衝突的兵器推演沒有美方撤出 台積電工程師的想定 並且強調國家要靠自己防衛 任何動亂都會影響經濟 以及人民生計 因此一定要避免戰爭爆發 國軍都在克制 記者 台北報導 由於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十八歲公民權修憲案 後續會由中選會辦理公民覆決投票 不過公民覆決門檻高 要有九百六十五萬張的同意票 才會過關 昨天中選會舉行了記者會 發布這次的憲法修正案 公民覆決公告 提醒民眾十一月二十六號 除了有九合一大選 還記得要領公投票 繼續來關心 為了增加海底生物棲地 華聯縣政府二十年前 利用了報廢的軍艦 鋼鐵還有電線桿設置余礁 投放在好幾處的海域 而經過了二十年 這些雨膠的情況到底如何 帶您一起去看看 老相片裡的這艘報廢軍艦 就是二零零二年拖到華聯港環保公園海域的越洋艦 當作軍艦礁炸成二十年後 從來沒有人看過它到底具有效果如何 海洋志工特別深淺二十九米探測 發現越洋艦只剩下船尾 另外二零零三年炸成的大銅艦 占深度四十四米的海底 更是沒有什麼完整性 但投放在岩寮三十六米深的鋼鐵礁 卻很完整 魚群聚集 珊瑚海樹等生態豐富 幸福表示 這些漁礁都是在二十年前陸續投放在重德 順安 奇萊比 岩寮 實體冰等海域 因受限深度 海流 颱風等因素 據效果每處都不同 但絕對可以增加海底生物的棲息地 我們要把它這個成立一個保護區 讓我們這個海洋的這些底漆魚類 跟生物能夠有一個庇護的場所 除此之外 海洋志工強調 魚膠最大的傷害還有抵脫魚網 必須定期下海去除以免造成生物死亡 希望相關部門可以將幾處特色魚膠 規範前 特地潛點 避免魚撈作業 帶動觀光 也保護生態 記者 文家凱 網站報導 有臺灣帆船之父稱號的詹振鋒 已經八十二歲 今年八月中挑戰 以三艘無動力帆船從高雄出發 一路往南 開始環台之旅 而期間遇到了酒棚基地 飛彈試射 還有颱風等 被迫速度停航避險 而歷經了六十一天的航行之後 昨天下午 平安地回到了高雄西子灣 沙灘明廷迎接返航 帆船在西子灣外 準備趁著風勢沖岸 有臺灣帆船之父稱號的詹振鋒 以高齡八十二歲完成帆船環台目標 十二號下午回到高雄西子灣 熱愛帆船的詹振鋒環台使用的三艘無動力帆船 風帆詮釋他親手縫製 八月十三號從高雄西子灣起航 在兒子及航員陪同下一路往南 八十二歲的老父親還能夠跳還能夠玩船 我一定支持他 那我是起航有跟他陪他到大鵬灣 那一段就非常開心 也沒講什麼話 但是就是我知道他很開心 那我就開心了 航員緊拿風帆 航行過程需應應沿海地形風向去操作 除了平常要克服烈日 雷雨及風浪等天候因素 萬一設備故障還得在海上緊急應變 原定二十九天的行程 因為遇到九棚基地飛彈試射及颱風等狀況 被迫速度停航避險 最後以六十一天完成 詹振鋒感謝船友及海巡不時相辦協助 讓他在海上也體會到濃厚的人情味 也希望藉由風帆環臺 讓國人看到海域運動的發展性 記者 高雄報導 俄羅斯通往德國的輸油館 波蘭頓發現漏油 德國表示 雖然接收的油量減少 不過兩座煉油廠 仍然是繼續獲得了原油供應 而至於這起事件 是事故 還是遭到了蓄意破壞 波蘭正在調查 在波蘭中部村莊拉尼亞的居民聞到汽油的味道 德魯斯巴輸油館就埋至穿越過村落的農田下方 將石油從俄羅斯輸送到歐洲 目前地下輸油館漏油範圍的黑色油漬 已在農田裡擴散 消防車級應變小組 趕到現場 當局表示 修復應該不會花太多時間 德國十二號表示 接收的油量減少 但供應量還足夠 希望波蘭儘快提供漏油的原因 以及修復進度 華沙表示漏油可能是事故造成 而非蓄意破壞 以展開調查 這條跨越波蘭境內被稱為有儀油管 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管道之一 向德國 波蘭 白俄羅斯 匈牙利等多國供應俄羅斯石油 俄羅斯國家石油運輸公司表示 向波蘭公油仍持續作業 自上個月 俄羅斯輸往歐洲波羅的海 北溪一號及二號天然氣管線 發生漏氣事件後 歐洲對能源相關基礎設施的安全問題高度警覺 西方與俄羅斯都把矛頭指向蓄意破壞 公視新聞 黃韻玲編譯 美國航太總署NASA十一號證實 九月底主動讓太空飛行器 撞擊小行星 迪莫佛斯的任務 已經順利地將迪莫佛斯撞偏自然運行軌道 也是人類首次改變天體的運行 有助於今後如果有行星撞地球的危機時 增加地球躲過一節的機率 美國航太總署NASA在十一號宣布 九月二十六號和距離地球超過一萬公里外 小行星迪莫佛斯對撞 整稱DART的雙小行星改道測試飛行器 成為將迪莫佛斯撞偏自然運行軌道 也是人類首次改變天體的運行 小行星迪莫佛斯直径約一百六十公尺 大約一座埃及金字塔的大小 標準另一顆較大的小行星迪莫斯運行 NASA在九月二十六號讓大約跟一個冰箱大小的小型飛行器DART 主動撞擊迪莫佛斯 並把迪莫佛斯捶入繞行迪莫斯的另一個更小更快的軌道 這次任務成功後 將有助於人類在未來降低行星或隕石 撞擊地球這類災難的發生率 這次主動撞擊小行星的計畫 廢時七年研究 耗資超過台幣一百零五億 DART飛行器2021年11月發射進入太空後 大部分時間由地面控制 最後階段才交給自動導航系統 這次試驗當中的兩顆小行星跟測試器本身 都沒有對地球構成任何威脅 迪莫佛斯等級的小行星 就算撞上地球 也不會造成全球性的大災難 但仍足以毀滅一座大型城市 公日新聞請編譯 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團團發生了癲癇 檢驗結果出爐 排除腦血管病變或感染所造成 而是否因為炎症或是腦部腫瘤所引發 還需要後續的釐清 而團團十月一號開始服用抗癲癇藥物 沒有出現副作用 最快下周二十八號會回到展示廠來活動 十八歲的大貓熊團團八月下旬九天內三度癲癇 臺北市立動物園邀集的醫療顧問團 分析團團MRI及腦脊髓液的檢驗指數 已排除腦血管病變或感染 但炎症或腦部腫瘤 目前仍無法追蹤 腫瘤未被排除 顧及採樣的風險高 因此到現在無法確定是哪種疾病造成的症狀 獸醫室指出和中國的大貓熊基地聯繫確認 各年齡層的大貓熊都曾發生過癲癇 但老年貓熊比較好發 每隻原因不盡相同 不管是在於壞死性腦炎 或者是腫瘤 這個部分有案例的存在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很肯定地告訴你說 它可以再存 就是還可以再活多久 團團腦部病變噪音上代釐清 但就怕有個萬一 原方為此在檢視發病時的緊急SOP 而目前治療方針已不再發生癲癲為主 10月1號起每天午餐的頭尾兩餐 放入抗癲癲藥物 原方說團團8月31號最後發生異常後 至今未再發生疑似癲癲症狀 體重從113公斤回到116到118 禁食和活動力也恢復到以往狀態 為了維持應有的生活品質 最快18號就會回到展示場活動 記者李小惠 吳家寶 台北報導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字幕志愿者 李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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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牛軒文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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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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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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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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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李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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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惠